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,女人的脾气影响他的婚姻,每天看一遍,慢慢你会改变。 泰国有位传奇人物白龙王告诫,人只要脾气好,凡事都会好。 很多人来到这里都问我,我的事业好不好,家庭好不好,孩子好不好,姻缘好不好。 我只是回答一句,你的脾气好不好。 人的一生都在学做人,学习做人是一辈子的事,没有办法毕业的。 人生不管是市农工商,各色人等,只要学习就有进步。 第一,学习认错。 人常常不肯认错,凡事都说是别人的错,认为自己才是对的。 其实,不认错就是一个错。 认错的对象可以是父母,朋友,社会大众,甚至像儿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认错。 自己不但不会少了什么,反而显得你有度量。 学习认错是美好的,是一个大修行。 第二,学习柔和。 人的牙齿是硬的,舌头是软的。 到了人生的最后,牙齿都掉光了,舌头却不会掉。 所以,要柔软,人生才能长久。 硬,反而吃亏。 心地柔软,是一生最大的进步。 一般形容执着的人,人们总会说你的心,你的性格很冷,很硬,像钢铁一样。 如果我们调膝,调身,调心,慢慢调伏像野马,像猴子的这颗心,令它柔软。 人生才能活得更快乐,更长久。 第三,学习隐忍。 这世间就是忍一口气,风平浪静,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忍,万事都能消除。 忍就是会处理,会化解,用智慧和能力,让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。 要生活,要生存,要生命。 有了人,可以认清世间的好坏,善恶,是非,甚至接受它们。 第四,学习沟通。 缺乏沟通,会产生是非,争执与误会。 最重要的就是沟通,相互了解,相互体谅,相互帮助。 大家都是龙兄虎弟,相互争执,不沟通,怎么能和平呢? 第五,学习放下。 人生像一只皮箱,需要用的时候提起,不用的时候就把它放下。 应该放下的时候却放不下,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,无法自在。 人生的岁月有限,认错,尊重,包容,才能让人接受,放下才自在呀。 第六,学习感动。 看到人家有好处,要欢喜,看到好人好事,要能感动。 感动是爱心。 在人生几十年的岁月里,有很多事情,语言感动了我们。 所以我们也很努力地想办法让别人感动。 第七,学习生存。 为了生存,要维护身体。 身体健康,不但对自己有利,也让朋友,家人放心。 所以也是孝亲的行为。